本节目由来风全民综艺直播独家网络冠名播出 直播互动综艺别光看来风玩 这种地方其实很难得了 无论你穿成什么样穿多华丽 来之后人都容易心静下来 创作歌者其实没有定法 大部分都是随性而为 不能说你一定很安静就能创作 你那么说私要里的人都能写歌 反正桌子不错 我现在对木头特别感兴趣 我喜欢木头的花纹 尤其是好像吉他钢琴上的一些花纹 你穿过那个那种很有点色的吗 对 当然了 木头的材质是有选择 但花纹你没有这个运气去选择 你只能碰 你不能说木头也好 然后花纹也很漂亮 那太难得了 就相当于一个人长得又得好 又有才华 还能干活 这很难得了 你是不是你自己的了 没有啊 但是你要这么理解我也不反对 哈哈 我看这还是 这是猫 猫这是什么 这是午觉吗 这还是这个 做白日梦的 你先睡吧 猫还精卵了 你看 上次你看的日本区 这网上特别热销了 热销了 他们还没过这个中介费呢 我参加这些节目 我觉得还歌手这个节目真认真 挺好 这舞台虽然累还要紧张 但是留下了一些作品真的挺好 我演唱会还唱一位这歌手这个舞台 怎么后面人呢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嘻嘻嘶嘶 哈哈哈哈 谁也出来吧 哈哈哈哈 哎 你藏在后备箱 一大男人有点不太对啊 就是人家金木苍蕉 你看这个这个 豪雪藏饭 哈哈哈哈 前几期你看了吗 看了 知己知彼嘛 对谁印象表现 其实我觉得零年还是很稳定 特别的淡定 体重做轻 也没有着急在放大招什么的 我还是没见过 没见过 因为我把人都回家嘛 还是不回家的人啊 哈哈 不回家的人 天歌是不是有故事人 有点故事 故事不太多 写不成故事会 哈哈哈哈 有点通话故事 通话里都是骗人 哈哈哈哈 不是通话里都是骗人 又是熟悉的舞台 挺黑啊 哈哈哈哈 哎 这么多朋友在给我们鼓掌 啊 掌声可以响亮一点 啊 如果像二人转演员 主动要掌声了 哈哈 哈哈 我每天啊 必须这几件事每天 每天有的 上午一样就喝咖啡 下午喝茶 晚上呢 晚上带订 偶尔喝点酒 喝点红酒 对了那么多光环的一个人 就是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舞台 来这舞台 不是你们请我来的 不是 主要是我这份抱抱鸭的时候 现在你觉得又来了 适合什么这个时机 适不适合都来了 你无法选择 只要你尽力都是适合你 这句话似乎是一句空话 但它的确是一句空话 哈哈哈哈 上台的时候 实际上有点小紧张 是因为这个东西也影响到了吗 那没有 我主要是这个上厕所 回了一会儿晚 欢迎一个特匆忙 这条业务有点生疏 哈哈 这条业务是指哪一条业务 什么欢迎又上场了 据说是因为这两年 也疯狂地在健身 会导致自己的生理的一些 那会一些 健身从用头皮到后来得到乐趣 这是一个过程 健身还有个好处 就是让你如何学会自恋 开玩笑 歌手这职业多残酷 是这么有保障的 你愿意不上班 什么保险也没有 什么什么 就现在时代是转变了 我想以前这种状态 靠你找对象都难 真的 其实我今天第一次看丁玛笑 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其实是 他比我小20岁 他94年 我74年 进口小哥哥 他成为进口大折了 我们的老司机 我们的老司机 来 翻译 来 翻译 您是新司机 但是老司机 老司机爱护新司机 老司机要给新司机送个药 赶紧好 谢谢 然后这个是 沉香 沉香怎么说 我就是摇晃一下 然后滴一会儿放在嗓子里 就觉得这个会很好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同等的这个会比黄金要贵重很多 是吧 钱就不用说了 哈哈哈 满意 哈哈哈 跟他照片一样 摇晃摇晃 然后吃掉 然后吃掉 对对对 吃吧 孩子 进口大食了 但是他马上就好了 让电话记好 好 最好 谢谢 多好 好 越来越好 谢谢 那你比原来更幽默了吧 幽默了25% 哈哈 为什么会多久 感觉像他这样 我就 因为我就是信口胡说的 其实我愿意开玩笑 不知道为什么 开玩笑好像要心情好一些 好像 没有理由不爱去讲一些笑话 来找一些生活中的乐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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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停地选歌 唱歌 排练什么的 其实压力挺大的 刚才健哥还在说 他来长沙 每次来出差都没有一晚休息好的 除非唱完了 不是 我觉得有个问题 每次演出之前 咱们这个彩排晚上 音响都很大 唱完之后晚上睡觉 脑海里全是嗡嗡嗡 你戒不掉那个旋律 它使得在你脑海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说到底 我觉得还是一种压力 因为毕竟第二天要静演 然后也关乎到自己排名 各方各面的 所以我们就今天来聊的话题 各位歌手 你们试压的方法是什么 减轻压力 减缓压力的方法是什么 Sandy的包招 Sandy先等一下 我还说留到等一下 结果就叫完了 那我们一起学一下 好吧 三 二 一 不止没睡好 晚上嗓子还哑了 如果在这边的话 我想最好的 枢解压力的方法 就是跟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起笑 对 就不管了 就什么事情都开个玩笑 哈哈笑 然后就对 这个我从科学的方法 也解释一下 Sandy的这个方法 Sandy不是 Sandy Sandy 等一下我英文不太好 我是Sandy 我就是 人家是一紧张的 然后呼吸就会短促 然后吸入的氧气就会少 就会大脑空白 然后你的肌肉症软就更厉害 但如果大笑以后 你的横隔膜打开 大量的吸氧进来以后 然后那个氧气进来了 然后肌肉放松了 所以整个紧张的心情就缓解了 所以大笑是比较好 那个你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吧 来我们请下一位 志献哥 志献哥刚刚踊跃的 我解压的方式就是唱歌 唱歌吧 在哪里唱 就在任何地方想到就唱 献哥在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要有压力还会唱吗 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我自己的方法是 开车到无人的海边 然后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声 你就可以听很多海浪的声音 那海浪一潮一潮打上来的声音 就仿佛就是一波一波的 把你的压力给撑掉 起劲 好浪漫啊 但前提是附近得有海才行 因为我家就住离海很近的地方 张碧晨呢 跳舞吗 跳舞 吃 吃 吃 因为我是家里有好多好的零食 我就是爱好买零食 你都瘦成这样 你吃到哪里去了 对啊 你是吃不胖的 来 我们介绍一下吃不胖的方法 吃不胖就是能吃不胖 吃不胖 太接地气了 缓解压力的 他每一次在正式的演出之前 他一定要去一趟厕所 这个非常像 非常像压力释放了 我们都有话中下 哈哈哈哈 别忘了吃他一个 健哥 本来我想说一说 但是必成之力说 我也打算不说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 我没什么方法 关键是这样 在家里没有压力 就是说 这个志炫大哥讲了 又开车 又海边 关键 那家里都好说 你在这怎么办呢 对 怎么办呢 这毫无办法 张碧晨讲的 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是压力 一路上压力最多的 从我入04年开始 进入歌手到现在 一直在积累压力 但是我好像觉得 我不太懂得去释放压力 我可能有机会唱歌 可以刚刚像宣哥说的 唱歌可以施压 但是你没有唱歌的机会的时候 或者其他的时候 我感觉无法释放压力 我也不是那么会讲的人 然后我可能 扛着 对 有一段时间就扛着 有一段时间扛着 扛着也不对 心情不好 郁闷 对 我又不敢告诉我的朋友 说 我最近心情不好怎么办 或者是有压力 因为我怕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给到朋友 对不起他们 但后来我觉得 应该要把好的东西 就是应该把这种 好的不好的 都要跟朋友讲 朋友就是分享 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 像家哥 何老师 大家都要去讲这些 然后他们又特别 还有沈灵 对 没有我 还有你对对对 没有 还有老肖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讲过 我觉得我不太会讲话 但是我会去听大家去讲 讲了之后 我可能就会 但我喝一点小红酒 我喝了红酒之后 我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很 那段时间我很喜欢我 不可以 所以我就 我觉得可能跟朋友聊天 最好 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打打游戏啊 运动一下 这样 这个跟那个感冒一样 多传给别人自己就好了 哈哈哈哈 采访一下身边的朋友 山里山里山里 你见过你见过喝多久 就在地面上游泳的人吗 啊 有吗 我没有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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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喝完就变成另一个 很纯真 镜头没想 镜头 我其实就是运动啊 没别的 我很喜欢运动 但是我觉得 篮球啊 篮球对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法 因为减压 压力可能常常来自于 你演出 有没有准备好 像在歌手 你经常有压力 因为很多时候是 没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 而且那个歌 可能你不是特别熟 对 对 其实方法就是 准备好自己的作品 没有别的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该照顾好的事情 做好 我觉得就好了 这是 唯一有指导性意见的这个 哈哈哈哈 真的 就准备好 就准备好 那老汪的词子 老看没老看 这特别分析 没错 没错 迪马仕还没有说呢 哦对 迪马仕 他今天 我们要 对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迪马仕 因为他来回奔波啊 所以这个嗓子发炎了 今天这首歌又是超高的难度 所以特别感谢他精彩的演出 谢谢 他说我紧张的时候也是跟朋友聊天 跟我身边亲近的人去分享 分享我紧张的是什么部分 然后让别人去紧张 哈哈哈哈 然后他说 刚才大家对他的鼓励和鼓掌 让他完全 完全忘记了今天的所有的紧张 和鼓感谢 哇 那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好 睡一个好笑 所以我们也祝福他早日康复 谢谢 下周也好 下周满血复活 所以刚刚瑞哥说 就哈哈哈哈可以释放压力 那反正现在结果也没出来 我们就先释放一下 哈哈哈哈一下好了 好 有点尴尬我这样 对 最重要就是让每个人都尴尬 你们又不是哇哈哈赞队 哈哈什么 来 来 三二一开始 史上最不走心的笑 而且各位请看迪马西完全状况 他迪累 他迪累 好 好谢谢各位 我们接下来请大家领一下那个歌手户头的票 好不好 回房间来投票啊 嗯 本节目由来封全民综艺直播独家网络 冠名播出 直播互动综艺别光看来封玩 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粉丝来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谢谢 谢谢 你们都是张蜜臣的粉丝是吧 对 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报名来到我们现场的 哦 我是芒果直播 我是芒果TV会员 通过来风直播来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总裁见面的 来风直播 对 来风通过不同的渠道报名来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对 马上见到粉丝的有没有点紧张 好紧张 马上见到偶像了 我说错了 你不是粉丝 马上见到偶像会不会有一些紧张 好紧张 当然很紧张 那我先带你进去啊 好 走走走走 毕臣 我带了三位你的粉丝来 哈喽 毕臣 你们这么喜欢张毕臣一定是有收集他的一些东西的对不对 对对 那有什么呢 我们毕臣去年发现了新单集 开往早晨的午夜 就是我收集的从我2014年参加毕臣活动的一些照片 是那个什么圣诞小镇是吗 对对对 圣诞小镇 一二一三嘛 那天特别冷 然后就张毕臣就问我 你冷不冷啊 冷我们就抱一个吧 还有一些网友要对你有些提问 你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来自来峰直播网名叫陈希微光的提问 请问你之前有直播过吗 你以后会通过直播的方式跟粉丝分享你奢佛的哪个方面呢 我直播过要直播吃饭 哎呦 我怎么太喜欢你 以后我会经常有吃饭的节目可以找我 你他人生中就俩事儿 有一个直播不了 谁直播这个 这个吃饭的直播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吃什么东西都特别香 就是谁跟我一起吃饭都能吃的特别香 因为我吃什么都香 你是大胃王吗 我小的时候叫饭桶 哈哈哈哈 然后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给我起碗号叫张大师 嗯 我小的时候 这么瘦的身体没想到这么能吃是吧 那胃在哪儿都不知道 后来找明白为什么呢 我当时肚子里有很多虎虫 后来就把他打掉了 哎哎哎哎 你说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 但这就是他的性格对不对 对 好 还接下来来自微博网名为张碧晨的小葡萄和提问 请问总裁陈宝 你曾说过自己是个不爱逛街的人 那平时在家的时候最喜欢干净什么呢 看到动漫 然后听听歌 然后睡着觉 点点外卖 买买淘宝 我给大家调料一件事啊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 他可以睡15个小时 少说 少说 都少说 太厉害了 一觉一觉又一觉 就是可能会起来上个厕所继续睡 好 接下来来自来峰直播网名为一箭必尘中午深的提问 听说你跟比比周比唱是很好的朋友 在加入歌手之前 他跟你传教了什么样的经验吗 不要紧张 但是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 他都紧张 他还跟你说别紧张 他说 他就说不要紧张 他说但是让你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 肯定会紧张 白说了 对 然后他就说你就投入 他就说你投入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那我们跟毕臣接下来来一些小小的互动 好不好 好好好 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形容一件事 让他去猜一首歌 好不好 看能猜中这首歌 好 这是去年微博特别火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朋友在 在一直在哭泣 然后他听到你这首歌了之后 瞬间就只哭了 这是一首 哇 我唱出来了 时光比梦 难化你我 留白不要太多 太难了吧 这首歌比较有意义是 总裁你出道之后的第一首ost 啊第一首ost 嗯对 第一首ost 哎呦一文之间 对对对 你让我们唱吧 一文之间的你 是我最美的回忆 这首歌呢是去年北京生日会的时候 您提前爆料出来的一首新正经历的歌 两个字 自语 你怎么跟我聊 这都是我自己的歌 我能不记得吗 啊 就是他们给你就是一点点的提示 你都能想得起来 因为他们会提示我时间在什么时候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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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首歌我觉得算是十分有意义的 它是去年 最热的 玄幻的主题曲 玄幻去年最热的 对对火的不要不要的 不是前年吗 前年啊 前年啊 对对对对对 年轮我觉得应该要 来一首唱一下 唱一下 人能够了成指纹 引在我的嘴唇 回忆苦涩的吻痕 是书根 好了 那么我们最后再给张觅晨再歌手温游吧 好不好 好 打个气 我们一起 好吗 好 好 来 1 2 3 加油 好 本节目由芒果TV独家定制 每周六上午十点 芒果TV带你和歌手在一起 想极致音乐就在芒果TV看歌手 想来歌手之家和最喜欢的歌手见面吗 赶紧通过芒果TV报道 芒果直播来风直播报名吧